关注营养美食的朋友一定喜欢菇类的食物 而苹菇它含有抗肿瘤细胞的多糖体 有免疫的特性 经常使用起到很好的养生的保健效果 这里我给大家介绍一种 自己在家里种可以种的苹菇 10天内可以吃到 首先呢 我在胃上购买了苹菇棒 到货之后看到白色凸起之后 就可以拆开包装了 就像这样 小心的把它剪开 一点点撕好 然后找一个容器 把它放好 我是找了一个平的篮子 透气的 然后呢距离20公分左右的上方 喷清水 让水珠自然的落下 喷好之后呢 再用湿的毛巾把它折叠一下 围在平锅棒的四周 给它营造一个湿润的环境 放在厨房的一个角落 每天大概喷六七次水吧 让我们来看看 它的生长情况 这是第一天 有珊瑚状的凸起 这第三天 惊喜的发现 苹菇长出来了 一丛丛的顶着小黑头呢 到了第七天 黑头变大变白了 尺寸越来越大 到了第九天 已经出具规模 可以准备采摘了 而采摘是有一定的标准的 不能太早 也不能太晚 太晚了会影响第二批的小菇的生长 当我们发现 苹菇的尺寸已经在五公分到十公分之间 边缘变薄 还有它的中心部位出现白色的毛 这样我们就可以把它采摘了 采的时候最好是旋转式全部的摘下 也不要挑大留小 而且要采干净 把这些小的也都摘下来 清理干净之后呢 可以喷喷水 把它放在一边进行第二轮的生长 按照产品说明书上的说法 是可以进行两到三轮的生长 现在我把收获的评估来做一道美食 把它先撕开放到盘子里 洗一下准备好 锅里放蒜 放橄榄油 热均匀之后 放上拌了嫩肉粉的肉 之后再加上平菇 充分搅拌 加上生抽 加上一点盐 搅拌 搅拌之后 把盖子盖上 一火开了 就可以 再把这个葱 加进去 拌一拌 就可以关火 装盘了 好了 一道美味又营养的平谷草肉丝就介绍到这里 大家如果喜欢请订阅及分享哦 谢谢大家 请不挨 什么事 炉 ik